為讓民眾參與公共政策 基隆市政府宣布成立iVoting平台 那我們這個iVoting系統呢 未來呢將儘快的上線 那上線以後透過連署啊跟種種方法 我們就可以讓這個基隆的民眾 針對公共議題 不管市政府喜歡還是不喜歡 都可以有這個機會來表達 那這也是基隆市政府在過去以來 第一次有這個公民 這個線上的表達及投票的系統 iVoting平台在全台22個縣市中 基隆市是第18個成立的縣市 未來民眾可以針對公共政策提出建議 我們三個平台裡面有所謂的提點子 跟眾開獎還有參與式預算 那提點子就是民眾可以把他想要 讓這個就是城市變怎樣 那或許我們還沒有看到他體驗到的 感受到的希望提出來邀集更多的民眾一起參與 我們的眾開獎是由各單位來提出 然後呢我們也希望說收集到更多的民眾對於這個政府單位提出來的議題 給我們一些指導跟指教 在我們啟動的時候呢 還有民眾的意見 一起來做一個就是做一個參考 那再來就是我們參與式預算 參與式預算其實比較特別是 我們公部門跟民眾一起來就叫做提出所謂的候選方案 那大家一起來挑到底民眾或公部門提出 政府率先先經過各局處事的一些統計 我們在眾開獎的部分 眾開獎是由機關來提出已經累積了三個 第一個是剛剛提到的垃圾車播放音樂的問卷 現行的音樂是不是有機會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大家在網路上能夠提出各種想法 環保局也做好準備 你的意思是說什麼樣子的音樂就對了 因為有人說那個音樂已經幾十年都沒有改過 所以有很多人反映說是不是可以換個音樂 對 所以其實這個事情在其他縣市也有討論 但是透過iVoting這樣的平台 基隆市這是第一個 其他縣市像捷運的音樂太急促或者之類 那我們是針對垃圾車 第二個是我們因為競選期間有一些廣告物 在我們推動乾淨家園的空中的部分 那全局又快到了 是不是競選廣告物能夠有所管制 這個部分我們也放在公共參與的iVoting平台上面 讓市民朋友也可以有感而發 或者甚至他覺得說應該怎麼做 市政府我們會來納入相關的參考 最後一個是在市政一樣在市容的整件上面 我們發現很多工地的圍籬 應該有更美好更環保的圍籬 像綠色植栽的圍籬其實受到歡迎的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iVoting也提出來 讓民眾們來一起幫我們了解 是不是這個圍籬在哪裡有髒亂 應該怎麼來做 這個部分成為我們市政府的夥伴 市民朋友的意見 我們也希望能夠吸收得到 市府希望透過線上參與的機制 讓更多民眾的意見能夠充分表達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導